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生产履历的话就是从一开始的牛樟木它有一套生产履历 那它的生产履历的话我们就把它引用到牛樟枝的一个生产履历 那么牛樟木的生产履历该如何建立呢 从种子到成为小苗这些我们就给它一个FID 那中间这个FID面可以记录它所有的一些历程 比如说它这颗种子是什么时候购入 那什么时候发芽那什么时候增长成小苗 那到中苗大苗到林场去定植 那中间的病存外防治或者是非管理 那到它什么时候变成断木可以去砍发 RFID就像每棵树的健保卡可长期追踪生长的每个细节 并将资料全汇集到树银行资料库 因为你这样就会了解说你哪一些地区哪个地号 它有哪些树的生长状态 那就可以说每年生长异动的时候它到底长得快还慢 或者是它可以之后变成多少块断木这样 但是牛樟造林通常要十年以上才能砍发 在未能砍发之前 必定得设法从其他地方购买合法的牛樟木 这么一来就未必能建立完整的生产履历 那么该如何补救呢 我们每次都会经过第三方公认的检验 回去分析说这一块的断木确实是真正的牛樟木 换句话说也就是取得清楚的来源证明 就是说这个树种是从哪边得法构置的 那它的树种树林是几年下 生产履历的重要性在于 一来可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二来万一食品出现问题 也可以从生产履历中找到问题的癥结 所谓它会有生产履历的话 就是会有它的断木到底它是怎么取得的 然后它的使用时间 那到底要用多久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职讯的动作的话 那我们多久要去采收它 都会有一个记录 那相对的在培养过程中 因为木种它一定有品质好坏 我们在使用上 尤其它养了一年多 成分就被吸收完了 那牛樟枝就变成说 它成分不够 那有可能在中途就会死掉 所以这个也会有一个记录 对业者来说 确实地建立生产履历 就是最好的品管 对消费者而言 也是最佳的保障 据说牛樟枝可以养生 甚至还有机会抗癌 最近两岸三地的产观学界 积极地投入了补贴牛樟枝的实验和研究 中研院举行了国际牛樟枝的研讨会 来探讨最近的应用层面 还有实际的功效 其实牛樟枝里面就有天然的化合物 叫做安卓信 最近的研究又多了 新的突破也象征着台湾的医学领域 又向前跨近了一步 稀有的牛樟枝 是靠牛樟母树孕育结种 把采收下来的木材用来植菌 才能孕育出珍贵的牛樟枝 大家对它的印象 都还停留在保健食品 但事实上它更是发展农业生技的一大力气 农业生技是一个未来的台湾的明星产业 尤其牛樟枝绝对是里面的潜力股 希望能够把牛樟枝产业 能够真的在台湾发扬光大 变成台湾像韩国人生一样的一个产品 近年来业者积极投入牛樟枝的实验和研究 结合产观学 希望能将牛樟枝从保健食品进入中西药的领域 而中研院也举办了牛樟枝国际研讨会 就这两年牛樟枝的学术研发应用和功效广泛探讨 因为其中有一位关键成分安卓信获得了重大突破 现在动物实验看起来是有抑制的效果 但是至于它真正的作用机制还要做很多的探讨 所以我想说因为想要往新药发展的话 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克服了 现在的生物学数据表明它确实有很明显的抗癌的活性 那么小老鼠服用这类化合物之后 那么生命率确实有明显的提高 由于安卓信的研究有了新突破 也让牛樟枝想进入药用领域再往前迈进一大步 而这更是业者在农业生技领域的长期布局 希望能够创造下一个兆元产业 记者沈村川夏宗正台北报道